金錢背後的故事 我是楊世光 我們看一下這個禮拜一 全球金融市場 出現新的一波變化 我們在上週一 特別追蹤過一個明星商品 叫做小麥 這個春小麥 小的春麥 嘎大的東麥 跟觀眾報告 上禮拜一 是我們全州收視率 最差的一天 名牌出現了 為什麼 因為通常我們 你越不關心 他行情機會越大 經過這一週的一個發展 不僅小麥價格持續的高漲之外 包括了黃豆跟玉米價格 也出現瘋狂的飆升 觀眾朋友我們先看一下黃豆的價格 黃豆過去一週 漲成這個樣子 這兩週黃豆的價格 總共漲了4% 創下兩年半以來 最快的一個漲幅 而且觀眾朋友特別注意到 因為按照歷史經驗 7月份的第二週跟第三週的 農作物的良率報告 將會攸關整個黃小玉 整個夏季的行情關鍵 所以黃豆小麥 玉米 為什麼在這時候暴漲 我們看今天下午的時候 金價又大跌 那目前的金價已經有準備 跌破1200塊的關卡 這個原物料由黃小玉發動 可是為什麼貴金屬不漲反跌 要特別留意 從債券市場這幾天的殖利率 黃標來看 是不是以惡性通膨的疑慮 開始做加溫 好 在這時候我們要觀察到 另外一個重要的產業消息 就是航運族群 我們看到中國最大的中原海 就是貨櫃集團 正式在這個週末 宣布要併購香港最大的海運公司 東方海外 那東方海外是世界前十大的海運公司 也是之前香港特首董建華的家族事業 用天價的方式來做一個詬病發展 會對於全球的航運產業 產生什麼樣的壟斷行為 好 我們從黃小玉講到航運業的產業併購 我們特別請教四位來賓 第二位請教的是 曾分醫師 葉俊敏 好 第二位請教我們 資深台記者 丁萬明 好 第三位請教我們 曾分醫師 坦克爺 孫義廷 第四位請教我們的大K 曾冠文 好 我們進行廣懷觀察 這個黃小玉行情 逐漸的一個加溫的變化 特別是最近避險經濟 快速的由大量的空單轉為多單 整個大家手上空手的結果 變成了一個軋空多追多的行情 怎麼做觀察 到底是天氣因素還是人為炒作 我們進行廣告 回來看一下上禮拜小賣 這禮拜黃豆的大暴漲 這個昨天晚上去買西瓜 嚇死人 我在五月底的時候 買那個花年大西瓜 一斤18塊 我今天想爽了 為什麼 因為今年西瓜好便宜 可是到了昨天 這西瓜一問 花年大西瓜 現在慢慢一劑換一劑 一斤33塊錢 天農國就是天農駕 這個西瓜在短短一個半月 長得快一倍 不只西瓜 我們看這幾天 全球的農產品行情 也受到天氣因素的影響 其實在台灣的官媒都會注意到 早上熱得要死人 下午來暴風雨 所以每天就是上午烤死人 下午嚇死人 因為下午的雨都非常大 根本農產品也是很慘 為什麼 每天洗三溫暖 所以這個天天洗三溫暖的結果 使得目前全線的農產品 不僅在亞洲 包括最近你看 日本的九州大的雨 使得災害非常的慘重 甚至包括了美國 現在面臨的是一個高溫乾旱的問題 所以繼上禮拜 小麥狂飆之後 這禮拜由黃豆來做接棒 黃豆過去幾天 這個短短你看 一根 兩根 三根 四根 五根 六根 七根 八根 九根 十根 這十天 黃豆從907漲到1037 這兩週的漲幅就高達14% 所以目前我們觀察到 每一個故事的梗都不一樣 有小的村脈合約 大的東脈合約 現在黃豆的行情 因為小村脈的乾旱擴散 也開始影響到黃豆的產量 那玉米 關它什麼事 玉米也開始瞎漲 短短這幾天 我們觀眾朋友注意到 一天 兩天 三天 四天 五天 六天 七天 七天的時間 玉米從374漲到411 所以我們看到這幾天 玉米的價格也跟進暴漲 觀眾朋友注意到 因為玉米跟著大漲之後 基本上會使得這些 生殖能源的價格 產生替代作用 所以原油的價格 雖然最近利空不斷 可是我們從長期做觀察 原油庫存真的在下滑 所以農產品的行情 會成為整個夏日通風 發動的一個關鍵的轉折 我們看到 包括台灣的經濟日報 也特別提到 隨著美國中西部的農業 乾旱疑慮升溫 而且範圍擴大 那高溫配合乾旱 成為農產品作物的 一個超級的雙面刃 所以目前我們看到 整個乾旱問題的不斷的擴散 使得從原來的村脈產區 開始擴散到黃豆產區 甚至開始影響到玉米的產區 所以我們看一下 目前是美國最新7月5號 土壤的一個乾燥期況 其實我們在上週做過節目 就特別我們觀察到 這個北達克達州 跟南達克州 這個基本上出現乾害 這主要是東脈 村脈的一個主要區域 可是目前觀察 除了五大湖流域 有豐沛的降水之外 整個美國的中部大平原 現在成為東西兩邊 都開始出現乾旱的一個變化 所以目前我們要觀察 這個乾旱的問題 到底會如何擴散 現在也包括我們看到 大陸也碰相同的問題 像北京今天高溫40度 午後超級雷震雨 觀眾朋友 人受不了 農作物更受不了 地上的西瓜 白天高溫 下午泡水 隔天再高溫 就啪開來了 西瓜碰到這種熱脹忍縮 一下這個就啪開來了 所以我們看現在農作物 出現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另外我們觀察到 從整個乾旱發展 之前我們做到 包括玉米的產區 東脈的產區 包括了黃豆的產區 隨著整個目前乾旱跟高溫 往美國的東南部開始擴散 主要的產區 已經開始受到了一些 觀察跟影響 假如我們再從 聯合國農糧組織的最新報告 雖然今天早上 大陸公布了消費者物價指數 是低於預期的 可是整個農產品速度 來得非常快 像今天大陸 這個滬深300 漲幅前五名就已經開始見到了 有關於飼料跟畜牧產業 所以似乎這個傳導速度 會不會很快在七月份 或八月份發酵 聯合國的糧食價格指數 是在這邊這紅色線 這邊有幾條線 我跟觀眾朋友做說明 有2014 2015 2016 2017 它是按照季度做觀察 譬如2014年的1月 2月 3月4月5月6月到12月 它的12月價格會接2015的1月 各位朋友 它是個連續的圖 2015的年末的12月 會接住2016年1月 這個線圖是這樣畫出來的 目前我們觀察 紅色這條線是2017年的 以同等的時間點做觀察 目前全球的糧食價格指數 是創下兩年新高 到底是什麼帶動全球糧食價格 好 各位朋友看過來 當然今天上半年 是受到滷製品的一個影響 還有肉類的狂飆 我們看最近 美國的壽豬活牛價格 漲得都非常快 可是最重要的關鍵商品 是穀物 因為過去這五年 黃小玉的價格持續的低迷 所以使得全球糧食的通膨 來得相當的緩慢 可是剛剛觀眾朋友看到 光是過去兩週 黃豆玉米漲幅高達14% 包括了玉米漲幅 黃豆小麥漲到14% 玉米漲幅也接近10個百分點 所以這穀物類會不會在八九月份 給翹上來 一旦穀物類翹上來 因為它非常吃權重 會不會使得2017年的走勢 出現往上的變化 現在這已經是大機率的一個事件 跟發展 那往下面做觀察 上禮拜我們做過小麥 我們先看黃豆 到底黃豆好不好 可是我們現在有三條線做觀察 第一條線是去年同期 另外一條是綠色的虛線 是十年平均 紅色是目前的現況 所以觀眾朋友看到有兩個問題 兩個發展 第一個就是黃豆目前生長的狀況 美國黃豆 跟過去十年平均值差不多 那你說這不是人為炒作嗎 可是大家發現 跟去年的這個作物的良率 有非常大的一個差距 所以使得目前大家觀察到 黃小玉經歷過五年的空頭之後 是不是會有報復性的反彈 跟反轉出現 我們這張圖更複雜 有春麥 有黃豆跟玉米 觀眾朋友這是分成 從二零一零年到二零一七年 從良率做觀察 那當然有每一條線的良率的變化 那觀眾朋友還有包括平均值 可是我們看到黃豆 因為現在藍色就是最新到五月 這個數值 是這個數值 可是觀眾朋友注意到 每年到七月份的第二週 跟第三週 就是一個關鍵的轉折 這兩個禮拜 也就是七月中 美國的天氣 假如好 良率就會維持 假如天氣出現差錯 整個良率就此出現一個轉折 所以整個天氣因素 目前成為美國黃豆 最關鍵轉折 大概我們來觀察一下 因為事實上這些避險基金也好 投資法人也好 現在有非常多的大數據 跟衛星監測 甚至你可以跟專門的氣象公司 買來未來一個月的天氣報告 其實那個非常非常精準 所以目前從歐洲也好 從烏克蘭也好 從中國的東北也好 到美國來觀察 這避險基金忽然由大空翻成牆多 他們感覺對於未來一個月 美國的天氣 好像有胸有成竹的把握 您的觀察 其實這個黃小玉這一波 從上個禮拜一漲到現在 其實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你剛剛講的天氣 第二個當然是價格 天氣的部分其實基本上 最近大家有看到這新聞 加州在大火 對 就是太乾燥 是 然後包括這個最近 這個不是有新聞說 南投這個台灣這個西投 有很多是橫躺豬 實在太熱了 在那邊吸收這個森林的精華 實在太熱了 另外其實中國大陸 他們最近有很多這個無人商店 就是新開的這種無人便利商店 對 像上海有一間新的無人商店 最近它暫停營運 為什麼 大論發展投資的 因為是太熱了 對 因為它原本這個 上海現在最近的溫度 都在35度以上 結果那個無人商店裡面 它已經裝了空調 但是溫度還高達40度 都沒有人要進去 所以可能要把這個空調 再加裝多幾台 所以就知道這天氣有多熱 那另外 我剛好這假日跟長輩吃飯 那個長輩剛好是做這個 壓縮機出口的 對 他說過去在這個時間點 基本上像北歐 像挪威 瑞典 丹麥這種 緯度比較高的國家 現在應該都不會再跟他們訂貨 訂這個冷氣機的這種壓縮機 他說今年很異常 到現在都還在訂貨 他就強調說今年的北歐 也特別特別的熱 所以就影響到整個 黃曉玉的一個價格 那黃曉玉的話 我們看一下 如果從2005年來看的話 這個不管是紅色線的 這個小麥 或說綠色線的玉米 跟藍色線黃豆 它的價格基本上就是 這個蔡森老師講的 就西地亞給 它第一個 除了天氣影響之外 它價格真的很低 對 當然上個禮拜 這個小麥先噴出來 對 接下來就是黃豆跟玉米 也開始做接棒 對 簡單講就是價格真的夠低 然後天氣越來越熱 是 剛才遇到烈火 接下來我們要看一下 其實光就黃豆來講 以全球的這個 除了天氣因素之外 我們要看一下庫存的一些變化 是 全球的黃豆的庫存量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這有一個滿重要的數據 叫做庫存消費比 對 就是你庫存變多變少 你還要根據消費的量 變大變小 來做一個整合 那其實大概從2014年 到英文年那一次 這個庫存消費比 就黃豆部分 已經來到了這個 這個比率已經來到新高 接著連續兩年都往下掉 代表什麼 代表庫存其實 庫存就紅色這個 庫存沒有增加的很多 但是消費 消費部分大幅增加 所以讓這個庫存消費比往下掉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全世界最大的 這個黃豆出口國 就是巴西 阿根廷跟美國 對 那不過他們出口 是有一個輪動的這個順序 一年12個月來講 通常最先出口的 因為這個種植的關係 巴西比較早種 因為難拌球 對 所以巴西呢 這是1到12月 這個巴西佔全球黃豆出口的佔比 對 你可以發現巴西大概從2月份開始 就慢慢的 全球的黃豆出口比重 慢慢增加 對 2 3 4 5月大概會到一個高峰 大家都吃巴西黃豆 對 之後就往下掉 那大概阿根廷現在接棒 從4 5 6月開始會往上 那之後再慢慢往下 阿根廷黃豆 對 所以我們現在吃到的 還是阿根廷黃豆 但是接下來的8月 9月 要吃哪裡 要吃美國的黃豆 是 美國黃豆大概從9月份開始 90 11會開始 站到全球黃豆出口的這個高峰 他們互相接棒 對 那現在巴西跟阿根廷的狀況 因為這個已經過去了 還沒有太大的影響 所以我們現在把重心放在美國 因為接下來要看 但美國黃豆出口的數量 到底有沒有維持這個高峰 是 如果沒有的話 代表這個黃豆價格 會持續往上漲 對 好 我們看一下美國 黃豆現在的這個庫存 最新的庫存情況 但這個會有分期出庫存 就是去年種的 然後剩下來的庫存 是 現在呢 2016到2017年 跟前一個年度相比 它大概是掉了大概7.6萬噸 是 所以期出庫存 第一個就已經減少了 是 再來我們看一下最下面 期末庫存的部分 期末庫存也大概掉了6.5萬噸 等於說 以美國本土來講 黃豆的庫存 不管是期出庫存 期末庫存都是往下掉的 是 但是供給跟消費部分 我們看一下 供給的部分 其實美國去年的這個黃豆 基本上發得還不錯 對 就是產量有增加 產量增加了7.3萬噸 但是你看消費的部分 消費是大幅增加17.5萬噸 是 所以代表什麼 期出庫存 期末庫存都在減少 但是總需求部分 又大於總供給的部分 所以整個邏輯推測來看的話 現在全球的這個黃豆會大漲 就是因為美國現在沒有辦法 在9月份把這個 很多的這個黃豆庫存 慢慢的送出去 所以來造就這次黃豆 開始往上走 好 我們看到因為黃豆小麥玉米 這個人類的糧食 它的需求彈性是非常僵固的 什麼叫需求彈性 就是我們今天要吃飯 觀眾朋友 就有限的菜色或主餐選擇當中 不管你要吃黃豆 還是吃小麥 吃玉米 這些都是人類的主糧跟主食 不管是人還是牲畜使用 其實選擇就這幾項 什麼叫需求彈性 觀眾朋友 你不吃漢堡就要吃麵 你不吃麵就要吃飯 基本上它的彈性是非常小 因為你每天都需要吃一定的量 可是供給彈性卻非常不穩定 但這幾年因為科技的進步 使得很多的高科技應用在種植上面 可是唯一不能控制的 就是氣候因素 所以面對一個需求彈性非常穩定 但供給彈性非常不穩定的時刻 觀眾朋友 這個投資的機會 是不是就瞬間來報導 我們看一下 這是過去黃曉玉 從週限跟日限的發展 其實你看黃豆過去這兩週 漲了十多% 可是從週限 過去六年來講 他也不過在這個位置 觀眾朋友 其實還是這個位置 離歷史高點很遠 小麥最早漲的 從上上週四開始做突破之後 事實上漲多不多 漲很多 可是從歷史的週限做觀察 它還是一個大空頭的多頭反彈 那玉米也是一樣 玉米過去兩週漲了超過10% 可是從週限角度還在西底下給 可觀眾朋友注意到 因為事實上這個黃豆小麵玉米 它的供需 他還強調需求彈性是非常低的 供給彈性可能會因為天氣因素 影響非常大 所以據明我們剛剛節目一開始的時候 討論到問題 黃金大跌 而且黃金最近跌得滿快 所以債券的利率狂飆 反映的是未來的縮表跟物價的預期 現在物價預期有了黃小玉做支撐 感覺下半年物價可能有好戲可看 可是為什麼黃金大跌 難道是一個惡性通脹的時代嗎 我們怎麼觀察 這個其實大家在我們在看CPI 就消費者物價指數 那時候我們有提到一個核心CPI 對 為什麼提到核心CPI 因為能源跟食品它的波動性很大 所以這個會影響到CPI的變動 但是我們在計算核心的時候 把它算在內 因為它波動太大了 但是這個其實對未來的CPI一定會有影響 尤其像最近的這個 今天剛公布的中國的CPI 有點低於預期 不過後面要注意一下這個糧食 對於CPI的一個影響 剛剛提到這個黃豆 從上個禮拜的小麥 到這個禮拜的黃豆 應該是上個禮拜下半週開始往上漲 事實上如果說以這個黃豆 用國際這個農糧組織 農糧組織的預估來看的話 其實從2016年到2017年 一路會漲到2022到2023 這是不包括這次預估的天氣因素 天氣因素只會讓它的情況更惡劣 而且過去來看 每年的7月份 前後大概都是玉米 黃豆的價格往下跌的時候 這個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這一次的主要的 當然是受到乾旱的影響 原來乾旱的區域大概是這個地方 就美國的中部的這個地方 這兩個區域剛好就是小麥的生產地 現在往右下方移動 這個區域就變成是玉米 跟黃豆的這個產區 還有這個位置是畜牧業 畜牧區 這個地方是肉機的位置 所以這個往這邊擴散 整個乾旦的情況會對這個 食品的價格會造成非常大的影響 以黃豆來看 因為黃豆跟小麥大概比較不一樣 因為小麥大概有六分之一 是拿來做飼料 其他部分就不是飼料 黃豆這部分的比例會相當比較高 拿去榨油 榨油的話有一部分當然是食用油 有一部分豆薄的部分就全部拿去做飼料 沒錯 那如果黃豆小麥漲 這可能對飼料影響 因為它只有六分之一 黃豆的部分其實我們看一下壓榨量 其實是非常的高 我們看一下從2000年到2016年 這個是壓榨的比率 大概超過這個接近85到87% 這是壓榨的量 所以它其實滿大一部分都是拿去榨油 或者是豆薄的部分拿來做飼料 飼料用的產品 所以如果說黃豆的價格 當然勢必會推動到整個食用油 或者是說飼料的 畜牧的原料提高 當然接下來就是變成成本推動的 價格上漲 為什麼提到7月份很重要 因為我們看一下美國 美國的黃豆的生產週期 從4月份是開始播種 那到5月份 那接下來6月份是萌芽期 到7月份就目前這個時間點 大概開始進入生長期 那生長期如果遇到乾旱 那就很難生長 那接下來到9月10月份 就進入採收期 那為什麼提到這個生產的週期 主要是因為 當它開始生產的時候 那個價格會先掉 接下來開始往上漲 為什麼會先掉 因為預期後面有產出 所以你看一下 這是從1981年 大概各個主要年份 包括到20 紅色部分是2016年 去年 這個位置是6月份 接下來7月份 你看6月7月份就有大跌 因為後面這邊會有產出 所以在產出之前就會先大跌 那所以正常來講 7月份應該是黃豆 價格下跌的時間點 以這個它的生產週期來看 因為我接下來會有大量的產出出來 所以在這一段時間 價格不太容易漲 可是美國說實在 美國的農作物 農產產業 是非常科學的 因為這種大規模 都無人化在經營 其實那個量作率跟產出 隨時隨地都會有非常非常 精準的報告 所以似乎有人知道 今年的黃豆小麥 好像的產出 對啊 這一定是斜掉 所以它股價 黃小玉的這些股物的價格 其實已經開始往上漲了 而且漲得非常兇 那所引起影響到的部分是什麼 就是我們剛剛前面提到 包括美國的瘦肉豬 其實瘦肉豬來看 這個已經創下 大概接近兩年以來的新高 這瘦肉豬的價格 但瘦肉豬好像有一部分 會受到這個 中國大陸進出口的影響 你看一下從去年6月份 中國的豬肉進口數量 如果往下減 那個時候豬肉價格就會往下掉 那只要它恢復成長 那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是跟天候有關 包括它的飼料的部分往上漲 這導致很大影響 所以你看一下 美國瘦肉豬的企業是往上大漲 中國大陸的CPI 其實跟豬肉的價格 其實影響非常大 當然有其他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觀察到說 這一次的 包括黃小玉的大漲 包括瘦肉豬的大漲 對於股價或說其他的 投資管道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影響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一次的小麥 其實是領先發動 小麥大漲以後 這個是屬於股物的ETF 那裡面包括黃小玉 接下來開始往上漲 就是這個曲線的部分 但是我們知道 最快走的是小麥這一塊 那就是我們上禮拜 禮拜一的節目當中 提到小麥這個區塊 對國內來講 有沒有去複製這個ETF的部分 有特別的黃豆ETF 這個推得早不如推得巧 對 這是某某SMP黃豆ETF 台灣有推 台灣有推 真的有推 每天成交量我看一下 之前好像大概有一兩千張 對 所以還有成交量 對 那這邊來再往下掉 但你看最近的價格 真的有黃豆的ETF 從幾塊到幾塊 這個地方大概是19塊 對 已經來到20塊以上了 這是ETF 這不是個股 這幅度也是滿大的 所以可以留意一下 國內的衣服越來越多 這個是一個區塊 那另外以個股來講 像美國跟這個 美國的一些 相關一些股票來看的話 其實我們想到 要瘦肉豬大漲 那肉品的供應商會不會大漲 對 其實剛好相反 肉品的供應商 我們看這個泰森食品 從今年以來 大概跌了2.37% 沒有 它產品壓力太大了 對 所以最近個股的走速會差非常多 同樣是食品類股 那另外標普500 大概漲了8.3% 所以為什麼這幾年官朋友 大城浦峰 有點漲不動的味道 過去你看去年開始 我們一直跟大家提到 這個農作物的一些發展 尤其是下游的加工品 可是當原料漲的時候 這要注意它成本的影響 其實當時浦峰 應該才20多塊 我記得那個時候才這樣子 然後另外就孟山都 專門做這些 包括農藥等等 其實今年以來大概漲了13% 所以這個個股上面的一個轉變 在這一次的黃曉玉大漲之後 可能要留意幾個區塊 第一個 食品的價格 會造成通貨膨脹的改變 剛剛四方提到 像這個貴金屬的大跌 那這個農產品的大漲 如果說今天是原油大漲 那可能全部都漲 但是今天看到的一個現象是說 農產品大漲 那原因這個貴金屬大跌 其實貴金屬大跌是一個結果 是 就是說這殖利率提高以後 貴金屬它的價格就掉了 對 那為什麼這些殖利率會提高 那很可能就是農產品 所造成殖利率的提高 是 那這個後面所影響的這些通貨膨脹 或個股上面影響 可能要特別留意 我們今天其實在早上選題的時候 一個聊的是 要不要聊一聊 上個週末的G20的會議 據團體會議到底有沒有重點 那另外一個是 延續的全球的債券屠殺 最近債券市場利率 真的彈得非常非常兇 可是我們發現 這個債券市場 會不會繼續殺下去 甚至下次G20會討論什麼 可能跟最近全球的氣候變化 跟黃豆小麻 玉米有關 可是觀眾朋友 我們要最後講一個問題 你會覺得天氣太熱對不對 可是從美國國家科學院的院刊 他的報告 其實觀眾朋友可能推翻大家的想像 今年的黃豆小麻 玉米 可能會欠收 是因為全球的溫度正在下滑 所以觀眾朋友 你不要用肉感 台灣人喜歡用肉感 就是有感覺 才當作是真為是 至於知識不重要 重點是 全球進入了小冰河食營當中 影響了北美今年的農作物的生產 所以到底是因為溫度太高 配合乾旱 還是為今年年初 全球進入了一點小冰河食營的味道 使得春季的溫度干擾了 今年農產品的一個發展 觀眾朋友沒關係 重點 價格已經出現了一個明確方向 而它的方向 會如何影響其他進入市場 我們可以持續來做觀察跟追蹤 講完黃小玉最近行情 我們會再做追蹤之外 我們當然要觀察這個週末最大消息 就是全球的航商再傳出併購 一個是大陸的航商跟香港商併購 一個是日本的三大航商 抱團結盟 這個航運業的一個不景氣 到底會創造出什麼樣的商業環境 從原來三大航運聯盟的創造 到目前從非完全競爭到寡佔 甚至接著要進入壟斷 到底要怎麼觀察 中遠洋併購了東方海外 這是這個世紀最大立場 航運的併購世界 健康告還幫你做節目的觀察 我們看全球的前十大航商 又重新洗牌的機會 大陸的央企 國企 中遠海又有63億美元 來收購東方海外這個遊船公司 那東方海外是誰的 就是最知名的董家 這個董建華家族的 用492億港幣 把整個家族的產業給賣掉 那目前東方海外 董建華家族 還持有68%的股權 所以這一次的一個購幣案件 董建華家族大概可以拿到 300多億港幣的一個資金 那目前要觀察因為 中遠海是用78.67 溢價31%的一個價格 來進行購幣 他總共買91% 另外9% 由上海港 上港集團 來進行另外的一個購幣動作 所以目前這個結盟 會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台灣很多是航運業 發家的一個貿易體系 我們看全球目前最新的 前十大排名 第一大的是丹麥馬斯基 另外是地中海航運 第三大是達菲 第四大就是中國的中遠海 台灣的長榮 以這個船隊的載運量 是世界第六 台灣的陽明是世界第八 所以觀眾朋友要了解 這一次併購發動的是 大陸的中遠海 併購的是第四名 並第七名的香港東方海外 好 我們當然從船隊目前的規模 做觀察 可是觀眾朋友要注意到 從整個中遠海的野心做掌握 觀眾朋友這邊是新訂船 事實上你從前十大航商來做觀察 其實全球現在造船造最積極的 就是中遠海 它的造船量是人家的數倍之多 甚至是全球第一大 加第二大的造船量 所以中遠海似乎有一個企圖 需要成為全球最大的航商 自己造船太慢了 直接用買的 所以一旦中遠海併購了 香港的東方海外 它就直接成為世界的第三大 我們再往下做觀察 因為事實上 從中遠海跟東方海外的一個結盟 到底對台灣的航運 會有什麼影響 我們先看亞洲往歐洲線 跟亞洲往北美線 全球最重要的兩個航線的運量 當然注意到 當然全球第一大的是地中海 在往歐洲線 你聽到地中海航運 瑞士商 所以歐洲航線第一大 是地中海 亞洲往歐洲第二大的是馬斯基 還有達菲 中遠海是第四大 可是中遠海一旦併購了 東方海外之後 它就會作二 往一 另外亞洲往北美的航班 中遠是第三大 東方海外是第五大 一旦兩個合併之後 一旦先引開啟農 共備程序 它會瞬間變第一大 我們知道這航運業者就傳到 一萬兩千個TU 一萬四千個TU 比的是規模接近 比的是航班次數的一個平凡度 所以越大越容易經營 反而越小的越難經營 越冰濟成本太高 加上班次不夠密集 另外我們看到一個消息 也是同時在上禮拜發生的 就是日本三大航運盡統 決定聯合經營 為什麼 關於我們就要看這張圖 我們從去年就做到現在 這一次全球最大聯盟 是馬斯基跟地中海 就前年就結盟了 佔全球貨櫃運量的33% 第二大聯盟就是由新中遠 就是中遠海 法國達飛 台灣的長榮跟東方海外 共同結盟的叫做大洋聯盟 其實當時我們就說 這兩個聯盟會成為贏家 成為一個寡戰市場 另外這個聯盟就全部被淘汰 所以其中包括陽明 一度減之重整 韓進申請破產 日本的三大 三井 日本郵軟 川崎 左邊是陽明這個爛兄弟 右邊是韓進這個破兄弟 乾脆自己結盟 可是這個結盟沒有用 為什麼 因為這兩個集團越來越強 我要講外民哥做觀察 航運業從原來的不完全競爭 進入了寡戰市場 從這個寡戰市場 現在往獨佔市場來做脈動 還有可能未來幾年 就剩下馬斯基地中海 甚至中遠海 三大公司的兩大聯盟 來做強烈競爭 您的觀察 這個航運業從2008年以後 其實一直都相當低迷 未來航運 大概都是看兩個趨勢 第一個就是 舊船的淘汰速度 就是拆船的速度 第二個就是看 大型航運公司之間的 整合的趨勢 對 對大陸來講 我覺得它有國家政策 在後面的保護 因為大陸現在做的這個國家 跟其他國家不太一樣 所以他想的事情 別人不敢想 只有他敢想 比如他搞什麼一帶一路 你說馬斯基 他是丹麥的公司 丹麥政府會想一帶一路嗎 不會想一帶一路 他當然就輔導這家公司 想辦法去適合世界的競爭不一樣 中國大陸 他這個完全有的時候 就不是考慮市場的因素 他就考慮到國家政策的因素 你可以看出來 從大航海時代以來 西班牙到荷蘭到英國 甚至於到美國 誰掌握全球的貿易對不對 誰大概就能夠掌握全球的 這種船隊跟勢力 像荷蘭人以前有 海上馬車呼之稱 對 後來到公益革命以後 英國的這個輪船 是行片全世界 美國的做法是有點不太一樣 美國人對於航運公司的 對全球海運的掌握 他是透過兩個途徑 第一個軍事途徑 就是收保護費 你要在這邊航行 經過我的基地幹什麼 我就跟你收保護費 但是收保護費 它不是向航運公司收 他是跟你所屬的國家去敲詐 去做政治上的勒索 去買軍火 那些狗屁刀的事情 他做得很多 第二個他就是透過金融的操控 華爾街的這種金融勢力 怎麼入股 怎麼炒作航運指數等等 美國人是用這一套方式去做 中國人這套方式 我是覺得又要回到古典的那種 海上爭霸的方式 這個我跟大家看一些事情 這個是元朝 這個福比利元氏主 元朝入主中國之後 一度是全球世界航運的大主 我們現在講一帶一路 大陸現在講一帶一路 其實很早元朝的時候 13世紀之後 他就講一帶一路 因為陸上透過中亞 那是他的領域 那根本就沒有什麼問題 海上他一樣發展海上的思路 這邊你可以看出來 有一個叫做捕獸根烤 捕獸根是當時在泉州 一個很大的 聽說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航商 捕獸根 我以為捕獸是一個人根烤 根烤 不是 捕獸根這個人 是一個穆斯林的商人 是 因為壘士都是經營海運 到了宋朝末年 他們舉家就簽到中國來 在泉州落腳 南宋被元朝滅了以後 南宋的末代皇帝南逃 要進泉州城 還要經過當時的航運巨址 捕獸根同意 你就知道那個人 勢力大到什麼程度 但是他拒絕讓他進來 因為他已經跟元朝講好了 決定追殺的南宋的末代王朝 所以說後來元朝建立以後 元世祖就封捕獸根做這個 叫做廣敏大都督兵馬招逃使 就是 這兵真難念 就是他這個其實意思就是 整個東南沿海的 元朝的海軍航運 就你來管 當然後來勢力太大了以後 元朝政府對他也不太放心 後來你去打擊他 這個家族就慢慢沒落了 但是你就可以想見 你就可以大概了解當時 元朝政府是怎麼樣子 這個思維透過海上這個 航商的控制對不對 來控制海運 然後控制全球貿易的這個利益 現在中國大陸走的也是這個 這條路 這個董浩宇 這個董建華 大家都知道他是香港特首 但是很少人知道 他是這個航運巨子 就是他爸爸這個董浩宇 他們是上海人 其實就是寧波人 這個在60年代 這上個世紀60年代 這個寧波船幫 一度是移領全球的這個 重要的航商 不見得會輸給那個希臘航商 我聽講我家附近 就是觀眾朋友 那個高速公路 有個幸運聯絡到出口 就在阿扁住的什麼 寶來花園廣場斜對面 那個山上叫做臨坡公墓 觀眾朋友 每一個公墓 他的子子孫孫 家族財產沒有低於10億的 所以觀眾朋友 有時候看有錢人 一個在幸運計畫區看 我跟你講 住在什麼寶來花園廣場 那裡還不見有錢 他對面住的那些臨坡公墓 這我看你討厭 他還看我討厭 你這些窮鬼子 5億身價住什麼豪宅 我們這個地10億身價 每天一擋住我的視野 所以觀眾朋友 我們現在幾乎吸引入五段 右邊就是臨坡公墓 左邊就是那些豪宅 可是要記住 右邊的人比左邊有錢 所以是左邊那些人 土包子擋到了臨坡公墓的視野 所以觀眾朋友要搞清楚 這個臨坡公墓很有錢的原因 就是做航運起家 當然他們在台灣 跟台灣的關係很密切 因為台灣有一個領導人 這個很常時機的領導人 不是這家人 根本也就是臨坡邦 因為鳳化其實就是 臨坡底下的一個縣程 其實就歸臨坡扶館 所以嚴格講 蔣家對不對 也是廣義的臨坡邦 何況蔣介石 沒有從事革命之前對不對 或者從事革命以後 有一度時間也在炒股肺炎 也在做生意 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另外還有一個更了不起的 叫做包玉剛 台灣還喪失公司 中櫃 中航 中航就是跟他們是有 跟這個董浩雲他們是有關係的 他的女兒 嫁給了這個彭鵬奇的女兒 就是現在中國航運的老闆 彭音鋼 彭音鋼他們本來不是做輪船的 因為這個娶了一個 岳父是做航運的 他大概也因為這樣子 對不對 去做航運 另外一個就是包玉剛 也是臨坡邦的 但是他們早期在冷戰時期 其實都跟中華民國政府 比較密切的關係 因為老蔣是他們的老鄉 對 但是到了這個大陸改革開放以後 不管是包玉剛 還是董浩雲集團 他們這個包玉剛的叫做 環球航運集團 董浩雲的叫做東方海外集團 慢慢慢慢都歸向大陸那一方 特別是大家如果有興趣 去北京的話 有一個造龍飯店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就在東二環跟東三環中間 是大陸北京第一個 五星級飯店 那個造龍就是 這個包造龍 就是包玉剛的爸爸 所以你就知道 他們之間的關係 密切到什麼程度 那到現在對不對 這個當然後來 包玉剛他沒有兒子 他這個事業就轉給這個女婿 現在叫做這個BW集團 叫做博克森環球海運集團 總部設在新加坡 也是全世界排名14大的航商 但是他主要做的 不是做貨櫃輪 他是做天然機 跟液化石油器 特殊的船 對 還有這個化學輪 那是他的這個專長 在全世界上也是 這個跺一個腳對不對 在航運界對不對 都會搖動半天的 那董家情況就比較不一樣 他們在 他們早期是投資這個郵輪 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就是第一次石油危機以後 後來以壓和談以後 蘇伊士開通以後 這個大型油輪的市場突然消失了 大家就知道這個從 以前是要繞整個非洲去 對 從上次1950年代末 蘇伊士運河封閉以後 那個油輪都是要繞過好望角 從中東繞過好望角到歐洲去 所以他那個大型油輪都是 20萬噸 30萬噸 40萬噸 50萬噸 我記得我們那個中船 還成立過 中船剛成立的時候對不對 現在叫台船 第一艘這個郵輪叫做 柏馬糞金號 就是45萬噸級的郵輪 現在沒有這麼大的船 現在都要走蘇伊士運河 他也塞不下這麼大的船 所以他們那個時候 董浩雲的東方海外集團就掛掉 就發生財務危機 後來是大陸 據說是大陸透過香港的霍英東 霍英東家族 對 提供他們資金 但是這個事情以後對不對 董家也轉向大陸了 後來董建華當過特首 你就可以想見出來 大陸對於這些航運巨子 對不對 其實他們很早對不對 就開始佈局 將來對大陸 不管是一帶一路 或是走向深藍 其實都有一定的作用 我是覺得這個時候 出手去買東方海外集團 跟航運業從長期在谷底徘徊 最近有反彈的趨勢有關係 對 因為有一個跡象 大概大家可以 如果有興趣的話 大概可以去了解一下 全世界即使是航運也不景氣 過去幾年 全球的海上的航運的運能 大概都以每年3%的速度在成長 只有去年成長值成長了1% 更糟糕的是去年出現的一件事情 就是全世界航商的定船量 比前一年衰退了75% 這個水準是什麼水準 是上個世紀1980年代以後的水準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這個是大陸的上海貨櫃輪 運輸價格指數 從2016年 應該講2015年的第四季 就開始一路攀升了 每破產一家 每從人家一起去 然後到今年出的時候 到一個谷底 現在又開始回升了 今年以來大概上升了 大概將近30% 波羅的海指數 今年以來大概跌了百分之十幾 但是基本上也走出了這個谷底 因為去年他們大概漲了百分之 大概30幾 今年是回跌以後 現在又開始拉上來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不景氣 航運業長期不景氣觸底 反彈的時候對不對 這個中遠陽出手 有它的意義跟目的 觀眾朋友注意到 名牌在RB 不見得是中遠陽併東包海外 重點是你看中遠陽的動作 因為最近造船的價格非常的低 因為我們知道這種 航運業那個船好貴 有時候大一點的船 幾十億台幣 都上億美金 所以貴的時候好貴 便宜的時候好便宜 這會跟你的資本機率有關 現在的造船的價格不但便宜 而且新的船的運輸成本更低 所以官員注意到最近的名牌就是 你去看台灣在過去這一年多 誰下訂單下最多 就會是下一波的贏家 有幾家航商下訂單下非常兇猛 包括做百貨公司也開的 包括他電信公司也開的 下船下單下之兇猛 所以很多好幾個航商 最近都在訂新船 而這些訂新船的 就是下一波的明星 可是我們拉回來 我要請教一下 他可以做觀察 因為這場整兵案 我們更觀察 當然這是全球前二十大 港口的排行榜 其實事實上 你看前十名大約先 都被中國壟斷了 就佔據了大概六到七位 因為全球的發貨 大概都是以中國為出發 中國現在也是全球 第二大的進口市場 所以出跟進都很大 自然就形成了整個 全球的壟斷地位 可是更觀察的是 這個航運的聯盟一旦重組 會使得第三聯盟更慘 就包括日本這三個 台灣的陽明 韓晉的重振 阿博的輪船公司 壓力更大 反而使得第一跟第二大聯盟 競爭越野越烈 您能觀察 對 其實剛剛是跟外民哥提到 就是新船訂單的部分 為什麼剛剛國內提的很大很大 很多什麼產業都有那一間公司 會持續的下新船訂單 因為今年九月有一個公約 叫壓艙水的公約 就是我們知道船 不管是散裝行還是貨櫃船 其實船要維持平衡 必須要有壓艙水 可是有沒有想過 在大西洋的水 到太平洋把它排掉 其實會造成生態的汙染 所以國際還是 不然大西洋的螃蟹 帶到太平洋來放掉 然後就把整個海域 就是為什麼之前丹麥 好多一堆蛤蟆 到時候古巴一堆螃蟹 奇怪 哪裡來的 就是這樣來的 對 所以說壓艙水的公約 會在今年九月開始實施 就是說它要求你 要嘛就是新船 這個壓艙水是經過處理的 要嘛就是你要花大錢 然後來裝壓艙水的處理裝置 是 所以這個造成其實船 在九月之後 就不能在船面上 海面是航行 所以這其實會影響到 相關的運力的發展 剛剛看到了 我們看到那個中原海 其實就訂了很多新船 因為新船佔 既有運力的比重 大概三成附近 很高 對 所以說為什麼 它其實是在佈局後續 這一次其實 這個聯盟剛剛世光提到 這次變成其實有一點 其實變成寡戰之外 會變成只有兩強競爭 這次其實跟低潤市場有點像 算來算去 最後就剩下三星跟海力士 是 其實我們看到 其實這一波的關鍵是在於 它是在同集團裡面的整併 因為我們知道 這個都是Ocean聯盟裡面 這一次是中原海 並中方海外 其實我們來看細部 你會發現 其實這個東原海的話 大概有這個 8.4%的載氧率 然後東方海外大概3.2% 加起來會正式超過達菲 所以其實在這個聯盟裡面 原本講話最大聲的是達菲 因為它的四三米最高 可是這一次 經過這一次的詬病之後 整個話語權會被拿掉 其實Ocean聯盟 本來應該是四大 達菲 中原海 東方海外 還有台灣的長榮 對 然後現在這是裡面的第二大 跟第四大整併起來 然後變成第一大 所以整個話語權會被拉起來 台灣公平有沒有注意到 台灣其實除了高雄之外 你看台北港 你看台中港 你看基東港 現在來台灣的船越來越小 很可悲 因為台灣北部的港 幾乎全部是廈門港的附屬 你懂得意思嗎 就是從台灣裝船裝到廈門 變大船之後 開到歐洲 開到美國 你懂得意思嗎 其實台灣的 雖然地理位置很重要 可是現在台灣北部的港 基本上都是廈門的小三小四小五 就是你們來拉貨 你們拉幾個貴算幾個貴 反正我們這邊裝大船走 高雄港的地位也越來越低了 湊貴 然後再發到廈門 他這樣合併之後以後 常常把台灣的基地也要搬一搬 應該說比重會調配 因為這一次其實我們知道 香港剛剛示範有全球港口圖 香港其實原本是第一 然後現在掉到第五了 後面的釜山跟廣州其實在追他 高雄都不見了 我們台灣就看看就好了 我跟你講那時候我們還做過高雄專輯 就是寒進破產的時候 我們講高雄港務局真的很可憐 不是他們人謀不章 不是 因為高雄最棒的碼頭 都租給了寒進跟陽明 一個破產 一個重整 觀眾朋友懂意思嗎 那種桿軍 亂七八糟 一個最好的港口都在寒進手上 然後次好的港口都在陽明手上 就一個破產 一個重整 所以高雄也完了 因為你的航商就是一些 沒用的傢伙 這不客氣的講 我們要來看 所以你會發現 話語權拿到之後 其實整個我們來看 就是太平洋的航線 Ocean聯盟線已經40億已經最大 可是它現在其實在歐洲航線 還是差這個所謂的2M聯盟 差一點點 所以這一次其實合併之後 因為剛剛世光提到 航運約靠的是規模效益 就是同樣的船隻 同樣的港口 不需要再重複建置 會更有效率的整併之後 其實要衝擊的就是整個歐洲 為什麼 因為我們來看 其實這裡整個掌握港口跟航運 就可以拿下海權 我們要觀察的是 因為你看全球現在 大概有3分之2以上的貨運的量 是跟中國投資 或是中國自有的這個 有關 港口有關 所以你會發現在這裡 其實都跟中國有關 可是為什麼中國 還跑不到第一大 第二大 這就是他們這一次 我覺得要做的這個目的 因為這一次有沒有看到 這個從中原海來看 它其實第一 它的投資很多的碼頭 像第一大就在西大 百分之百投資 這個叫比雷埃夫斯基港 這個港其實很特別 我們來看它的位置 我覺得這是 這個做好之後 整個歐洲線 包括歐洲線的運量 這個在Ocean聯盟 就會快速的增加 怎麼說 因為我們來看這個港 這港在哪裡 這比雷埃夫斯基港 它在希臘的中部這邊 你會發現其實 只要海路會完成之後 要紅色這一條 其實這個港口就可以快速的 處理在歐洲的訂單 為什麼 因為我們來看 這個港口 李克強當年就訪問過 我說一帶一路 為什麼說加速不許 我們來看這條鐵路 當這個港口完成之後 因為這裡 這條鐵路已經被 中國大陸拿走了 它一旦這個完成之後 海運過來 然後馬上進到匈牙利 所以一帶一路一定會成功 你知道嗎 它是雙管齊下 一個上層的遊戲設計 下層我從港口到 全球的貨櫃運輸 船要怎麼走 貨要怎麼送 是我決定的 對 而且你不要忘記 變大變強 就是這一次第四加上第七之後 會直接變第三 就走大變大變強 走出去就更方便 好 非常感謝各位 謝謝